这个叫做苗博亚 我是成为他宣誓 但是人家他宣誓 无论说他宣誓 无论 无论 无论说他宣誓 铁克文哲助长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林国成 突然冒出这句点评 当事人苗博亚不满反击 觉得很草包的言论 而且在一个主张进步 主张平等的政党 怎么会有不分区的候选人 公然的做这样的事情 这通常是匿名测译才在做的事情 是匿名测译才做的事 苗博亚一句话吐槽民众党 这样的言论出自排名第六的部分区立委人选 其他人也看不下去 质疑民众党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民众党在性别议题上的价值 就是不愿意尊重多元性别 批评他人的性别取向 党内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的培训 意识的培训 因为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当这个社会不够友善 当他们踏入公共决策领域的时候 他们也并没有带着这样子的知识跟视角 逆推性别平权的单位 直言政党应该加强性别平权 林国成以穿着嘲讽性别 让网友批评有够没水准 直言党主席柯文哲 本身就各种歧视 下面的人可想而知 还有人直言民众党没有人了吗 为什么这种人可以排部分区那么前面 惹出争议后 林国成在脸书指歉 他表示对于过去议会同事表示歉意 自己提到苗博雅议员用词不精确 并无他意 这个胖虎在学校里面 这个推了大雄一把 骂了大雄 然后最后呢 再来说没有别的意思啊 民众党从主席到部分区 多次踩性别平等红线 也难怪被要求 协讯一下台湾民众党的姓平部 三岁的张文贤旭宣 高雄台湾